大家好,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国家呀,这个蝴蝶蓝呢,基本上都是在早春的时候开始开花的 但是呢,很多花也会反映自己的蝴蝶蓝啦 虽然已经长出花苞,但是呢,这个花苞还没有开放,就直接脱落了 就出现了黄化落雷的现象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首先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低温导致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在早春开花,早春的话呢,其实温度还是非常低的 有的时候特别是夜温呢,特别低,可能会低于10度以下 那么蝴蝶蓝种植物呢,又特别的怕冷 那么在一个低温条件下,就很容易造成这个蜘蛛受冻 然后呢,花蕾就会出现脱落的现象 所以呢,我们在蝴蝶蓝花蕾期就一定要及时关注这个天气的变化 所以我们在早春养护蝴蝶蓝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做好这个保温措施 可以把它放在这个暖气房啊,或是采取一些其他的保温措施 都可以,但是一定要保证这个养护环境的温度不能够过低 这是非常关键的 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空气太过干燥导致的 因为呢,早春其实温度特别低 空气也是特别干燥 特别是一些在暖气防养护的蝴蝶蓝 空气特别干燥 再加上呢,它又是一个比较喜欢湿润的养护环境 那么湿度达不到 花蕾呢,也会因为空气太过干燥而落雷 所以呢,像这种情况我们就一定要注意经常呢,给它进行页面喷雾保湿 但是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喷到这个花朵和花蕾上面 我们直接喷洒在蜘蛛页面或者是环境周围就可以了 当然除了要做好保温措施 然后给它保证好足够湿度之外呢 我们最好就是要增强一下蜘蛛的抗力性 因为在早春这个环境其实还是比较恶劣的 我们一定要提升它的抗力性 然后让它不容易出现冻害 也不容易出现空气干燥而滑垒脱落的现象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上这个101植物活绿素 它是纯植物提取的,不是药也不是肥 我们只需要将它与清水按照比例对水稀释 然后呢,给这个蝴蝶兰灌根或者是盆也都可以 它不仅能够提升植株的抗力性 而且呢,还可以提升植株体内的这个细胞活力 让它能够生长旺盛 植株在开花,消耗过多养分之后呢 也不容易出现一个长势衰弱的现象 可以有利于它后期尽快的腹状 所以在春季养蝴蝶兰 大家发现蝴蝶兰落垒了 那么一定要注意是不是这两个原因造成的 养护的过程中呢 把湿度和温度给把握好了 花垒的基本上都是能够顺利的开放的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